这个咱得先给大伙介绍介绍 黑烟囱 这什么叫黑烟囱 这不两个大路撞上来 中间就有裂缝 这会经常有海啸地震的什么的 这个海水顺着裂缝 进去了 底下是上千度的岩浆 这岩浆就把海水给孤独热了 这海水变清晨 就顺着大洋底下冲上来 夹杂是底下烧的那些硫化物金属 这整个就跟黑的龙岩似的 所以到了海底下 谁海叹险 你经常能看着一个个黑烟囱 就是海底的化物 带着着热的海水顺着岩浆口 就上来了 这周围设施400多度 周围的海水可能就几度 温差差那么大 那说探索这个干什么呢 头一个是为什么 为了资源 咱们地球上石油天然气 这是大家共同用的资源 储量有70%在大海里头 这70%又有超过一半在深海 你说现在咱们的地球能源 越用越紧张 就很难在某个地方 发现什么新的能源 该开散也都开散 剩下都是不好开散 都在深海 感谢观看 出品 就在深海 里面 感谢观看 本趣的 都在深海 有了 大海 有什么 所以深海探险这 首先是从科学的角度 要了解深海的一些状况 为了这种资源能源的开放 还有第二个也要更重要 就是探索人类起源 探索生物的奥秘 你琢磨琢磨 这个地方水下两三千米了 没有光 那一点光都看不着 然后这一块 里头喷出的硫化物是巨堵的 咱们人类都知道 硫化物二氧化流什么事巨堵 这个地方可以称得上 暗湖天日水水火 可是人类就在这黑暗图周围 居然发现有活的东西 有鱼有虾 有一种鱼就从这儿弄上来的 能有六十厘米长 长得挺像蝌蚪 脑袋挺大 眼睛外骨 身上没有鱼鳞 带有那种比较硬的钢毛 就从这块弄出来的 这都奇了怪了 就是我们平常研究生命 说生命你得有什么光合作用 你得有氧有水 这是我们的常识 可这个地上有水是有水的 它里头还有大量的硫化物 这硫化物是巨毒 而且温度还这么高 压强还这么大 这里鱼虾在这能活 你说它靠什么活呢 要咱们人类整点流吃 就可能中毒了 你看这种鱼怎么能拿流荡食物 所以说生命啊 不是我们想象的 非得有人类生存的这些必要条件 才肯定有生命形成 而是在这里的 就像现在一样的 就像这种鱼虾 这种鱼虾 这种鱼虾 是很严重的 我们想象的 然后就像这种鱼虾 但是我们在这种鱼虾 那是什么鱼虾 这种鱼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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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种鱼虾 这种鱼虾 中国有个焦龙号 这个焦龙号这些年就是曾经37次带着我们11人次的海员下过水 2010年5月31日至7月18日 焦龙号载人潜水器在中国南海3000米级海上试验共完成17次下潜 其中7次穿越2000米深度四次突破3000米 最大下潜深度达3759米 焦龙号载人潜水器北京时间今天在太平洋进行了第五次下潜试验 但是下水的过程就下去过的人说滋味不好受 所以一开始潜水舱里装撒人 撒人转身都费劲 那上厕所更费劲 这个人一开始进去里头温度都有40多度 可是随着从100米开始一直到2000多米 就好像从光线来看 就像大中午的太阳一点点到黄昏 黄昏再到日落日落到天完全黑 而且温度从40多度一直降到十几度 能降二十多度 就在里边等于春夏秋冬四季都经历过了 那时候99%的光都被吸收了 你再往上看呢 就好像一个大的表演皮柔的一个屏幕似的 任何一个动物在车上走过 游过啊 这鱼游过都能看得清楚 所以有些在这个海域里生存的鱼类呢 为了隐藏自己呢 怎么办呢 把自己变成透明的 哎 你看不大清楚 所以那个水域里头透明的鱼类特别特别多 所以这个种蛟龙号呢 给我们带来的海底探险的器官 是咱们中国人以前没见到的 所以现在呢 对于很多深海 人类没有到达的地方呢 我们更多呢 还是存在我们想象当中 现在地球上大洋的海底 我们大约只有8%左右人类到过 上面还有更多的海底 咱没去过 但虽然没去过 海底却在我们的想象之中 法国有位著名的科幻作家叫如勒芳尔纳 如勒芳尔纳就写过著名的科幻三部曲 咱们好多朋友都知道 格兰特船长和他的儿女们 神秘岛还有海底两万里 海底两万里就讲一个科学家 阴差阳朔 被一个菜险家邀请上船 这个船长叫尼摩船长 把他请的鹦鹉罗号 鹦鹉罗号其实就是大潜水岛 然后这个科学家跟着这个尼摩船长呢 在这个鹦鹉罗号上呢 在海底穿梭游行的两万里 科幻里面写的非常神奇 海底的世界什么都能建设 这大潜艇上面甚至还有个私人图书馆 然后所获取的一切能量 都是从海水当中得取的 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身上穿的布都是海里头的纤维做的 这一道时也经历很多奇怪的事儿 还有海底猎枪 除去到海底猎场打令 这个小说当时在世界范围引起了很多 大家都爱看 那么当时潜水岛没有被发明 这个小说出版之后25年 25年后潜水岛发生了 而且这里边很有意思的是呢 它从海到地中海 是从海底走廊过去 那个时候人类还没有开凿苏伊士运河的 甚至这里头潜水符 人类还没有发明的 但小说里已经写了 电灯 人类还没有发明的 小说里也有了 就类似电灯的东西 而且都是这个小说未识不久之后 这些新鲜事物就出现了 这个说明什么问题 有时候科幻呢 人靠好奇心和想象力带来的东西 往往是指引人类科技进步的 一个重要的作表 那我们现在说 毛主席诗斯斯里说 可上九天揽月 可下五样捉鳖 我们对于我们脚下这片土地和深海 我们了解到的确确实实还不多 也正因为是这样 给了无数科学家跟探险者 以非常充实的空间去研究脚下这片土地和海洋 我倒觉得呢 在不朽的将来 我们如果要能把深海的问题搞明白了 能源危机和环境危机 这个问题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得到缓解